接着上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 搭载M256发动机的集成式启动发电机怎么裁 首先先找到N129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控制单元 然后裁掉与该控的单元连接的管路及相关线数 经过期期49分钟的拆解 整个控制单元裸露在外面了 接着再拿起8万8的套筒 拆解这个小盖子 拿起这个盖子 瞅一瞅上面有个小插头 该插头上连接了34亿信号 相当于护所装置 接着拔下与集成式启动发电机连接的小插头 然后拆下6颗黑色框架的小螺旋 再拆下外侧插头的固定螺丝 最后再拆掉N129控制单元的5个外壳固定螺丝拆掉 至此该控的单元就可以顺利拿下来了 步骤一至此就完成了 紧接着就是拆解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 拆卸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前 需要先将去轴转到T位置 曲轴盘的OT位置 与前盖凸起相对起 然后再拆掉两个图轮轴位置传感器 并且两个图轮轴的信号 盘的刻度线必须位于观察孔的最中间 接着我们在转换摄像头的角度 来到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车 将这个位于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中心的定心发栏材料 再将这个去往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的冷却水管接头拆掉 再把位于上方的曲轴位置传感器也一并拆掉 最后将这个电机的通气孔小盖子再拆掉 这回到重点了 先用半手松开定子要组的第一颗固定螺丝 接着松开定子要组的第二颗固定螺丝 最后松开定子要组的第三颗固定螺丝 用手将松开的三颗螺丝材下 接下来将固定盘缓慢地插入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中 并将18万8的固定盘完全与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相吻合 然后在安装满旧位后 将按装满外侧的四颗螺丝固定 再将安装满内部的四颗螺丝 用手带上 注意此处并不是拧紧 然后再将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与曲轴连接的四颗固定螺丝 按照对角方向拧松 然后再将安装满内侧四颗转子的小螺丝拧紧 紧接着将这个安装辅助轴 插入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中心点处 最后将定义要组的另外三颗螺丝裁掉 注意此处为了大火方便查看 我将辅助轴先拿开了 做个一切准备工作后 我将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插头与颗体分开 并缓慢拉出集成式启动机发电机 让其载辅助轴上滑行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才下来的电机一定要安装三个支撑键才可以放下 让电机保持一个悬空状态 避免电机直接接触物体 造成损坏 第二个支撑键才可以放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